平時煲湯煲飯燜菜想節省時間又好吃 我就會用電壓力煲 首先煲小朋友很喜歡喝的牛骨湯 自從阿女掌高高開始 我就經常煲給她喝 這個做法有營養得來又好吃 喝起來一點牛腥味都沒有 10元一斤的牛骨削得很乾淨 煲湯就無所謂 買兩斤就可以煲一次 洗乾淨之後凍水落鑊 落薑片蔥和高度白酒 牛骨有很多血沫 所以飛水的環節很關鍵 一邊飛一邊把血沫撈乾淨 最後用凍水沖洗多一次就可以 再爆香薑蔥把牛骨炒一炒 炒到焦香出油煲出來的湯就香很多 這時候就可以轉去高壓煲 高壓蜜蜂營養不會流失 又不會變成老火湯 再放些阿女喜歡吃的粟米 胡蘿蔔和薯仔 上湯喝起來清新又解膩 可以炒兩個蕃茄 炒到出香味出沙 就可以放入高壓煲 一次過就加夠水 如果用啞煲就煲2小時 用壓力煲煲湯模式煲25分鐘就可以 煲好之後就不要急著開 讓它自動洩壓 哇一開蓋真的超級香 加一點鹽就可以喝 薯仔和蘿蔔都煮到一夾就散 溶在湯裡面湯就會變得很濃稠 這牛骨湯每一口都香甜又不腥 牛骨都已經煲到脫肉 家裡有小朋友就試煲牛骨湯 好喝抵喝又有營養 大女週末回來我又煲給她喝 秋風起吃臘味 中午人少少不多想煮飯 就煮香菇滑雞辣味飯 不用煮油煙輕鬆一鑊熟 做雞飯用絲苗米 再加粗米營養就夠均衡 因為雞肉會出水 比平時煲飯就少放水 用粗米飯模式煲 趁煲飯要醃雞肉 放薑絲紅蔥頭和泡發好的香菇 調味的具體配備看屏幕 放多些生粉和油去醃 這樣雞肉就會嫩滑很多 煮10分鐘後飯已經成形 可以用手動舌壓 開蓋後把雞肉鋪上去 再放一些珍藏的廣東臘腸 切成一粒粒 這樣有口感又爆汁 吸蓋繼續煮10分鐘 停止後不要緊張開 再焗多幾分鐘 開蓋後灑一灑迷人的蔥花 再拌均衡就可以了 用壓力煲做雞飯不單快 還不用擔心雞不熟 雞肉依然嫩滑多汁 飯粒粒分明又軟熟 吸收雞油雞汁後非常香口 這麼猛料的雞肉臘腸飯 一口氣就可以吃三碗 壓力煲不單單煮牛骨湯好喝 做黑椒番茄牛排都非常棒 每次想起這道菜就吃肉大鎮 淡淡肉的感覺真的很滿足 做法很簡單 新鮮牛排骨記得要攤住 幫手切成細塊 再用清水浸出血水 渣乾水分後飛飛水 將炒香黑胡椒剁水 先爆香蒜頭薑片 然後再放洋蔥牛排 再放去皮的番茄和胡蘿蔔 吃得辣可以放多些黑胡椒水 放些老抽顏色就會更加深 再放4匙匙生抽 放多1匙匙高度米酒就更加香 冰糖放一小塊可以軟化肉質 最後放少許鹽就夠鹹了 喜歡多些汁水拌飯就放多些水 吸過焗30分鐘就OK 剛剛好入味得來肉嫩油脫骨 還保留少許口感 射身真是正到不得了 湯汁都清澈透亮又清甜 帶少許酸味拌飯拌粉都剛剛好 射身就好開胃 我是小咪爸爸 記得準時吃飯 點火炸 好緊張